好,怎么样下去呢? 做这个函数的图形 首先呢,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呢,我们一开始就把它微分 好,这个是按照 这个上学期,第三章 这个 这个微分的应用那一章 那么 由函数的递增递减,上凹下凹 这整个步骤下去做图 那S3次方微分变 3S平方,这个-S 微分变-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做因斯分解 那这个呢,你可以把它分解成 根号3X 加上1 然后乘以呢,根号3X 减掉1 好,然后呢,我们就令它 等于0 所以呢,你可以得到这个分界点 好,令它等于0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分界点呢 一个是负的根号三分之一 那另外一个呢 是正的根号三分之一 好,那这个Y' 在这个范围里面 好,Y'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它就是大于0的 好,那么 表示原函数图形呢 是increasing 那么,在负根号三分之一到正根号三分之一之间 好,那同学可以随便找一个0下去测试 好,你如果把X带0下去的话呢 这是负的 所以呢,这边是decreasing的 好,这个原函数的图形 它是decreasing 那超过根号三分之一以后呢 它又变成了increasing 所以它这边呢 又上升了 好,那接下来呢 这是一阶导函数告诉我们的东西 接下来二阶导函数呢 二阶导函数就是把一阶呢 再下去为分 那3s平方微分呢 就变成6s了 那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二阶导函数啊 它的分界点就是在0 也是这个infraction point 那如果y double prime 这个X小于0的时候呢 它是小于0 所以它是呢 concave downward 那这边呢 当X大于0的时候呢 它是concave upward 好,有这两个资讯之后 接下来呢 那我们再下去啊 找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好,find a point 那这个点呢 因为y等于呢 这个X的三次方减X 那你可以把这个X提出来 它变成X平方减1 那也就是说呢 再分解 就可以把它拆成了 X加1X减1 好,所以 我们可以得到呢 它的这个焦点 分别就是呢 这个 当这个 X是0的时候 Y是0 另外呢 当X是-1的时候呢 Y也是0 另外当X是正1的时候呢 Y还是0 换句话说呢 这个曲线 跟整个X轴 Y轴呢 交叉在这三个点这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图了 那这第四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呢 做图啊 做图我们先把这个 X轴画出来 把这个X轴画出来 另外呢 把这个 Y轴也把它画出来 好 Y轴也画出来 那还有几个重要的点呢 就是这边这个点 这个当X是 负 根号三分之一 还有正 根号三分之一的时候 这个我们要把它 下去算一下 它的这个值 就是这个X呢 它是负 根号三分之一 另外呢 还有这个X呢 它是正的 根号三分之一的时候 好 那因为这是一个 G函数 所以它们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就算一个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你把这个根号三分之一 带到这个原函数里面去 把它三次方 再减掉这个根号三分之一 那它会得什么呢 根号三次方 你把根号三三次方 它就变成三根号三 好 三根号三分之一 再减根号三分之一 所以它就等于呢 负的三分之二根号三 三分之一 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呢 如果这个X呢 是正的根号三分之一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Y值 就是负的三分之二 然后根号三分之一 好 根号三分之一 那如果它是负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它是正的根号三分之 它是正的根号三分之二 然后乘以根号三分之一 乘以根号三分之一 那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下去把它画出来的 那首先呢 就是说呢 这个分界点呢 是在负根号三分之一 在这个位置 跟正根号三分之一之间 那这里呢 我们把它标记出来 负根号三分之一 那这边是正的根号三分之一 好 那么这整个函数图形 它在0的左边呢 它是concaved down的 向下的 那所以我们这边在做图的时候呢 在负根号三分之一的左边 它是increasing的 increasing 所以我们increasing之后呢 这样子increasing 好 然后到这个点 这个点呢 就是负根号三分之一 然后呢 正的三分之二 根号三分之一 好 这是increasing 那 然后接下来呢 它就decreasing了 好 decreasing decreasing呢 然后downward downward 然后穿过00 好 穿过这个00这一点 接下来呢 穿过这一点之后 这个 在根号三分之一这边 正的根号三分之一这边 它会穿过这个点 那超过0以后呢 它变成concave upward concave upward 所以它这边 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变成这样子 好 然后呢 超过这个根号三分之一以后 它开始increasing 好 所以在这边呢 又开始increasing了 好 在这边又开始increasing 那所以这个点呢 是根号三分之一 然后 负的 三分之二 根号三分之一 好 根号三分之一 好 那这个大概就是 这个函数 它的这个图形 它的这个图形 好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图形呢 是y等于 这个x减掉x平方 它的图形 那这个y等于x减掉x平方的图形 我们把它画在这里 这个y 与x减掉x平方 那这个呢 你把x提出来 它会变成1-x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个 这个函数 它的图形呢 通过x是0的时候 y是0 另外x是1的时候呢 它是0 x是1的时候 它是0 那因此呢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坐标 把它画下来的话 这里是x轴 y轴 好 y轴 那么 它这个函数呢 穿过这个 00 穿过这个00 那它穿过这个10 穿过这个10 然后呢 它的开口是 向下的一个抛物线 所以它大概长得像这样子 好 这是一个开口向下的一个抛物线 好 开口向下一个抛物线 那因此呢 如果你把这两个图形呢 画在一起的话 那么就变成像刚才那种情况 不过这个图比较不太好画 因为这边开口呢 它会一直呢 跑下来 跑下来 所以如果说呢 你要下去画在一起的话 它大致上的一个图形呢 变成像这样子 这个1在这里 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 把它画成像这种格式 这边的话呢 变成像这样子 所以这个图比较不精确一点 所以它这边呢 是这样子 这样延伸下来的 延伸到这边这个交叉点 大概长得像这个样子